屋主愤怒拿出一碟红单 通通都是机车停在自家门口 遭人锁定检举 法规规定消防栓临近5公尺内不能临停 被锁定举发 等一个月后一下子收到了12张红单 他无法接受 从回遭检举达人锁定的路段 位于台中大理永龙七街 发现沿途好几台车的车牌 都被布给遮盖 所以人形狂狂大家都在盖车牌 我们就已经日子不好过还这么扰名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 可是是因为对面 就是他们有收到很多红单 跟我们邻居讲说 我们这附近有专门在检举的 对此警局事宜 非援警取缔的违规单 经过检视后 确认为停车没移动 即便连续被拍到 只算一次违规 也就是说只会开罚一次 如果怕被一叠红单 措手不及突袭 台中警方建议 可到交通违规案件 简讯通报网站提出申请 只要在台中市区域内 5天内遭检举三次以上违规 系统就会自动发送简讯通知申请人 及时修正错误 以免过了30天后 荷包一戏间大失血 3地新闻杨经理 建议